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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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Satoly 我現在在JR成田站 準備搭成田線到小江戶左園 大概搭半小時就會抵達左園了 左園位在千葉縣的鄉取寺 是關東很有名的小江戶之一 因為這裡在江戶時期的水運很新盛 所以又被稱為水鄉左園 一出站旁邊就有一個觀光交流中心 先來拿地圖 他有馬之立耶 十月第二個禮拜六 我們錯過了 這怎麼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左園車站長得好古色古香喔 我們現在要走去小野川 從車站走過去大概十分鐘左右 車站對面的觀光案內所 有介紹左園的歷史 有螢幕艾斯耶 不知道是不是期間限定的 你說前面鳥居左轉 鳥居左轉 鳥居直走會到周坊神社 我們左轉往中靜橋的方向走 沿途看到好幾間老房子 都好有年代感喔 是江湖時代創業的河果子老店 這是江湖時代創業的河果子老店 這個是那個欸 鳳梨大福 色彈葡萄大福 色彈葡萄大福 小江湖餅乾 它頭子還滿漂亮的 這邊是河果子老店 這邊有些人 有嗎? 那一回合你嗎? 這是7月和10月 小心點打到 田船人們打不清 什麼時候 那是哪兒子 這是川上的地方 所以這裡 右上的路 出了柳橋 在柳橋 是是柳橋 阿公人很好,還告訴我們路要怎麼走 他說這是什麼? 他說這是銀行嗎? 這銀行長得好漂亮喔 古書 這裡有一條 是要走這條路嗎? 其實阿公說要右轉的就是這條路沒錯 但我們先繼續直走了 醬油冰淇淋呢? 我不太敢嘗試 這條路跟河川沿岸都是屬於 傳統建築物群保存地區 屋主不可以隨意改建 所以這一代有很多保存很完整的歷史建築物 欸?這裡嗎?到了 就是這個 加布還是什麼? 什麼橋會 什麼加加 加加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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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座橋是中進橋 阿公說的加加巴士 其實是右轉後才會遇到的通橋 兩隻天鵝欸 喔有天鵝 好酷喔 天鵝脖子超爽 很可愛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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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江戶時代開始 左緣就已經被稱作小江戶了 因為左緣的祭典是關東三大祭之一 我們錯過好像真的很可惜耶 它這裡有寫是這一個 這個橋叫加加巴西 我們剛剛是走到這一個中建橋 就是它旁邊的橋 剛好在旁邊 這座通橋就是阿公口中的加加巴西 以前從橋下送水的時候 水會落在河川頂 會發出加加的聲音 現在每天早上9點到下午5點之間 每半小時就會像這樣放水一次 重現當年的聲音 差不多要中午了 我們先去吃午餐 有查到沿岸有一間感覺還不錯的法式餐廳 我本來想要吃這一間 結果它中午已經滿了 好可惜喔 店員看我們在煩惱要吃什麼 就跟我們推薦了一間義式餐廳 他說過了前面的貢榮橋就會看到了 欸 剛好看到有人在搭船 搭船是來左緣觀光的重頭戲 我們吃完飯再去搭 剛剛他說的是這一間嗎 不知道有沒有位置欸 現在好像已經開了 那邊看見到什麼 你應該會不一樣 他應該會不一樣 可以嗎 等一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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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酷喔 第一次到這個我要自己倒了 來喝喝看 一倒進去就馬上整個冰掉了 這個 Lost Beef 看起來太厲害了吧 哇 好大 好多喔 這我們真的吃得完嗎 烤牛肉跟沙拉都好好吃喔 我自己一個人吃的話 應該吃完這盤就飽了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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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麵量對我來說有點多 調味都還蠻家常的 算是樸實好吃的味道 結果剛剛那間店最後也全部做滿了 看來假日要來左援的話 還是事先定位比較保險 醬油 辣油跟麻油 左援也是知名的油類產地 好幾間店都有賣當地產的油 發現充滿古早味的芬達招牌 這些老房子都好有味道喔 河川沿岸有一些神秘的動物裝飾 這好像祭壇喔 鴨子會圍在船旁邊游耶 好可愛喔 我們也差不多要去搭船了 半小時一班 一人一千三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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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已經在排隊了 我們換了排隊 兄弟 兒子 李 big 吉祥 就是 昔は醬油屋、味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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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などは多数あったんですけど 醬油屋で残ってるのは長城さん一軒だけ 沢の船は毎日江戸へ行ってましたから 江戸屋に持って行くものはお米、お酒、味噌、醤油 その他江戸で使う家庭用品物ですね それを毎日船で運びます 帰りは江戸の物を持って行きますから 近代の人は江戸に行かなくても あの沢原にとれば江戸の物が帰るという この先ちょっと橋低いのでね、挟ま気をつけて 沢原にはこの川を挟んで年に2回のお祭りがあるんです 沢原の大祭と言いまして この辺でちょっとね、有名なんですけど こちらが夏祭り本宿と言いますね、夏祭り こちらは秋祭り、この間終わったんですけど この橋を右に150メートルぐらい行きますと 矢坂神社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てね そこに行ってもらうと、お祭りに使われた出汁が あたってあるのがありまして この洋館風の建物は大正時代のお医者さんなんです この病院だけはね、この保存地域になる前に 建て替えちゃったので、レンガン造りにな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この病院も古いんですけど 今の院長さんの4代目ですけど 今の院長さんの4代目ですけど この橋は海運ばっているので この橋の両側に 声が向き合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この声を撫でてあげるとね 運が開けるということがいいこともあるので 時間があったので これは何か分かりません? 何か分かりません? 解説員阿伯沿途経減左緣的歷史 他講得非常詳細 聽完以後覺得更了解這座城鎮了 這趟船旅来回大概30分鐘 如果能最後上船 坐到離馬達最遠的位置最好 因為離馬達最遠的位置 才是船頭 但我看有些船的解説員 是坐在馬達旁邊 這樣坐船頭 可能會聽不太到解説員的聲音 不過如果想拍照的話 還是坐船頭拍起來會最漂亮 船轉向後面向陽光 光線強到我的眼睛都快睜不開了 同一時段出發的 第二艘船或第三艘船 就算只有一兩個客人也會開船 所以有機會可以像這樣包船 能夠包船好幸運喔 當 PO 會有足夠的 那邊看電線 然後走船 還是山間 然後走船 波的經過 超過 車子 簡直 這條路的幅度是一大多 大約4公斤 4公斤? 這樣就下降了 像這樣邊聽解說員介紹邊欣賞沿岸風景 半小時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搭船游左緣真的是很特別的體驗 來左緣玩一定不能錯過哦 城船處對面有一棟伊南中淨故居 伊南中淨是出生於左緣的地圖測繪家 他最知名的成就就是畫了日本第一張全國地圖 這裡是他以前住過的地方 裡面也有展示他用過的製圖工具 他家裡還有小橋流水 小橋流水人家 這裡面可以免費參觀 搭完船後有時間的話不妨進來走一走 現在陽光照到河面上 好漂亮哦 趁現在來散步欣賞美景 沿途這樣走 發現柳樹的樹枝真的都是朝向河那一面耶 景觀真的維護得很好 這不知道有什麼店 Italia料理 這間義式餐廳好復古哦 菜單寫說是完全預約制 還寫說到附近的中村屋能買到這裡做的可麗露 所以我們決定去中村屋看看 中村屋商店就在中淨橋旁邊很好找 太好了今天有賣可麗露 原來只有假日才有賣 不知道還有沒有 總之先進去看看 商店在左邊 右邊是咖啡店 我們有賣可麗露 賣可麗露 meillä也有賣可麗露 原來那間餐廳是老闆娘的兒子開的 老闆娘跟我們大力推薦兒子的餐廳 改天有機會再去吃吃看 我會想要坐 原來那間餐廳是老闆娘的兒子開的 老闆娘跟我們大力推薦兒子的餐廳 謝謝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三代的景點 三代的景點 有了一個景點的景點 所以我們看見一張景點 那邊的景點 中村屋商店三樓有一個迷你博物館 展示這戶人家代代相傳的古物 不用門票 可以直接從一樓的商店裡面的樓梯走上來 它是用一張紙然後折成這一些鶴 所以這個鶴叫做連鶴 好厲害喔 這些連鶴作品是已故的中村屋第三代當家 併慕長吉先生的作品 連這個千羽鶴也是用一張紙折出來的 真的太厲害了 旁邊還有展示以前的餐具 擺飾跟人偶之類的 中村屋商店的另一面是咖啡店 現在有番薯蒙布朗 看起來超好吃的 咖啡店斜對面有一間專賣番薯甜點的和菓子店 這個番薯巴斯克起司蛋糕好吸引我 還有番薯布丁耶 河岸邊有個可以免費使用的休息區 有賣一些飲料跟甜點 寵物也可以進入 還可以在這裡租玉衣川喔 三千五百日圓起跳 還可以cosplay的 他竟然還有狗狗可以穿的臉 好可愛喔 這個好像星巴克會出的東西 中庭有免費的休息區跟洗手間 可以供遊客使用 休息區附近的咖啡店有賣布丁百會 看起來超棒的 附近還有一間旅館改建的餐廳 看起來很好吃 而且還有火鍋機槍 只剩貝茶跟日本酒 其他都賣完了 這個是什麼 這間店有在賣可樂耶 左援可樂 當店限定的手工可樂 用國產檸檬做的 現在坐在河邊休息 本來以為這邊應該小小的 應該走一下子就可以走完 結果沒想到比想像中還大 走得有點久 可以在這邊走一整天 然後旁邊有很多 旁邊有很多很復古的小店啊 或者是餐廳可以逛 旁邊有很多很復古的小店啊 或者是餐廳可以逛 今天狗怎麼一直在翹 它叫開運橋 阿伯有講說 你做什麼事情就可以開運 真的喔 你說在橋上不會有事嗎 我沒有聽清楚 是說去摸什麼東西 還怎麼樣 你到底是摸這條運嗎 忘了 還是從那個橋上走過來 就已經是算在開運了 他們開了好幾運 晚上要吃這間創業三百年的鰻魚店 聽說這間是關東最古老的鰻魚店喔 好 先寫名字 人數跟電話 他說等到他準備好就會打電話的通知 我已經寫了 把他插進來這裡 這間店不能預約 晚餐時間從四點半開始 我們大概四點出頭過來寫名字 坐上面 有普通座位跟榻榻米座位 我們是做榻榻米 我本來還想說外面的後衛單怎麼只有五張 原來是因為裡面真的只有五桌 這裡的烏納酒 鰻魚跟飯是分開裝的喔 如果想吃放在一起的話 要記得點幾卡酒 這裡的鰻魚是用罕見的香蒸手法 先靠鰻魚本身的溫度蒸過之後 再用季州備長炭大火炭烤 口感外脆內軟 炭味超香 真的非常好吃 雖然我很少吃鰻魚 但這大概是我目前吃過最好吃的鰻魚了 沒想到鰻魚能這麼好吃 真的嚇到我了 這個白菜也太大了吧 超級無敵大 一時就很便宜啊 兩粒三百五耶 天夜的高麗菜 九十八月 三零了 三零了 五九九 這個很便宜 這個兩粒大粒 三百五 番薯也還蠻便宜的 夜現場的月光米 一回家馬上來吃可麗露 可惜回烤後外皮還是有一點軟 不過楓糖味很香很好吃 還好有聽老闆娘的建議 不然我們原本打算買人味的 謝謝大家看到最後 我們下支影片見